Tresa 你好 你好 當初你是抱著什麼心態 來參加實民營這個比賽的呢 其實當時我沒有想要挑戰什麼人 其實我是想要挑戰自己 因為我是一個新移民 對於加拿大溫哥華來說 任何一件事都是新的 可以說是從零開始 我都希望可以通過這次的比賽 作為一個新的起點 亦可以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那麼今次的比賽當中 你覺得最大的得益又是些什麼呢 其實這個比賽當中 得益非常大 除了可以認識到一班 志同道合都非常喜歡唱歌 喜歡表演 很喜歡舞台的一班好朋友之外 其實又可以參加到電視台 一些非常專業的培訓 那麼比賽當中 你們受過什麼訓練和舞台特訓呢 因為是一個電視台的唱歌比賽 可能電視台的朋友未必會感受到 究竟電視製作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就是因為參加這個唱歌比賽 我可以經歷到這個過程 例如我們平時都會拍一些宣傳片 例如會做一些訪談的節目 亦都會對自己的一個鏡頭的敏感度 有所提升的 這樣得到冠軍之後 你又參加過什麼活動和表演呢 其實拿了冠軍之後 除了我自己拿冠軍之外 其實都有其他獲獎的選手 其實我們都很有機會去參加很多的大人活動 其實電視台會安排到 例如我有參加一年一度的 我們華人的一個城市 溫哥華的華人小姐 還有我們春節農曆年的新年倒數 接下來還有好幾個大人的演出 我們都會有機會參加到 我知道很多朋友的心都哆哆 不知道參不參加好 其實你對於這些朋友 有什麼話可以跟我們鼓勵一下 其實當時我相信 我跟電視機有些朋友都一樣 都會有一個比賽前的綜合性 究竟報名成為不報名呢 其實我當時非常勇敢地賣出這一步 除了可以認識一群好朋友之外 還可以參加到一些非常專業的培訓訓練 除了之外 亦有一個非常大的平台 在我們平時生活中是無法遇到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是組了金音組 以我們的年齡層 還可以參加到這麼大型的比賽 是非常非常之難得的 希望如果想報名的朋友 一定要快點報名吧 好,謝謝Trisa 大家聽完Trisa的提示之後 記得快點來參加報名實問應吧